各位好 欢迎收看新闻 自1月26号以来 云南区境遭受罕见的冰雪凝冻灾害 导致区境近50个乡镇完全停电 目前相关部门正积极组织抢修电力设施 尽早恢复供电 从15号开始 云南区境供电公司的7000多名抢修人员 就赶赴各个灾区 勘查受损电路 由于损毁铁塔都在高寒和山路崎岖的地段 这给抢修带来了更大的难度 看到这一状况 灾区民众自发赶到抢修现场 组成搬运队 开辟物资运送通道 加快了铁塔重建的进度 同时 区境供电公司和当地政府下拨了600多万元资金 用于抗兵救灾工作 重点用于公路维护 电力线路等基础设施的修复 连日来 贵坤铁路松明至马龙段的电力机车 供电线路电缆发生了多处断点 且断点都位于海拔2400到2800米的山上 灾情发生之后 云南昆明供电局连夜派出抢修队伍赶到现场 16号下午 抢修物资已经基本就位 预计全部抢修工作将于20号以前完成 据了解 云南有昭通 怒江 迪庆 区境等11个地区 不同程度的遭遇雨雪灾害 云南民政部紧急调运25200床棉被 21700套衣服用于救灾 当地政府下拨了1700万元的抢修资金 并且分两批向灾区派出7个工作组指导救灾 相关部门表示 三月底之前完成受灾地区主要设施设备的修复 月底前全面完成民房恢复重建 优先保证重灾区民众的春耕生产生活 搞好物资供应和稳定物价以及学校正常开学等等 随着南方灾区道路交通工水供电等基础设施的恢复 一度关闭的贵州黄果树 江崎三青山等一批风景区重新开放 游客接待量也开始升温 雪宁灾害曾经造成贵州的一些旅游景点配套设施不同程度的破坏 在5A级景区龙宫 景区的供水管道遭到破坏 20公里的输电线路损毁 19台变压器不能工作 景区的酒店用水用电一度受到影响 我们没有白天没有夜晚能够抢修 现在的灾后的恢复重建工作已经全部完成 灾后的轮功仍然以一个5A级旅游戏的标准 提在四面八分的游客 我没有想到受到这么严重的自然灾害以后能恢复得这么好 受雨雪冰冻灾害影响关闭了26天的江西三青山风景区 这两天也重新向游客开放 在桂林通往各景区景点的道路 供电均已基本恢复正常 旅游接待能力已经基本恢复正常 为恢复灾后景区的旅游市场 一些景区还专门到外地做了推广 并且设计一些新颖的旅游项目 里巴嫩首都贝鲁特16号夜间发生不同党派支持者之间的冲突 造成至少14人受伤 分析人士认为 里巴嫩目前正面临内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 据里巴嫩安全人士透露 冲突双方使用刀子棍棒和石块互相攻击 并且造成部分商店损毁和起火 冲突发生之后 警方和军队迅速赶到现场 朝天鸣枪已驱散冲突人群 当地媒体报道 冲突双方是政府派未来阵线和反对派阿迈勒运动的支持者 但阿迈勒运动晚些时候发表声明 否认其支持者卷入这起冲突事件 连日来贝鲁特多次发生政府派和反对派支持者之间的暴力冲突 里巴嫩目前正面临内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 由于里巴嫩议会多数派与反对派之间分歧难以调和 原定于去年9月25号举行的总统选举会议已经被推迟14次 自从前总理被布托遇刺身亡之后 安全局势一直紧张的巴基斯坦将在18号迎来全国议会选举 截至16号晚上 有关选举的所有准备工作都已经结束 但是当天层出不穷的暴力事件 还是给即将到来的大选蒙上了厚厚的阴影 为了保证大选的顺利进行 巴基斯坦军方目前已经在全国3.58万个投票站 部署了大约8.1万名安全部队人员 16号巴内政部还宣称 投票当天将在全国部署48万名安全人员 他们将主要部署在全国8923个最敏感的投票站 与地方警察共同维护选举期间的安全和秩序 尽管如此 巴基斯坦国内安全局势依然在持续升温 16号 在靠近阿富汗边界的巴基斯坦西北部落地区 巴人民党议员候选人 李牙斯侯赛因沙阿特选举办公室附近 发生一起爆炸事件 造成至少27人死亡 90人受伤 同一天 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还在西北部落地区 炸毁了三个选举投票站 此外 巴西北边境省斯瓦特河谷地区的军方媒体中心 当天还遭遇一起自杀式爆炸袭击 造成一名平民死亡 三名安全人员受伤 面对不断升温的安全局势 巴基斯坦民调机构盖洛普对此做了专门调研 春节过后 从2月19号开始 人事部全国人才流动中心将陆续举办电子通讯 行政物流 医药等六场小型招聘会 由于奥运会前后不再举办大学毕业生双选会 2月至6月北京市安排的毕业生招聘会会比往年更加密集 2月16号到23号 上海在八万人体育场和上海体育馆东亚展览馆举办大型人才招聘会 3月初广州各种人才招聘会也将陆续举办 由于离各高校开学还有几天的时间 各地把毕业生招聘会都安排在3月上旬 由教育部和人事部劳动部商务部等部委联合举办的春夏季毕业生网上招聘周活动也将全面展开 详情可登陆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信息网 重庆、湖北、陕西等地毕业生招聘会趋于专业化和小型化 每次参会的毕业生控制在1000人以内 据教育部提供的数据 2008年中国大学毕业生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559万 就业形势依然严峻 16号北京军区总医院附属八一儿童医院 为一对刚刚满三个月的腰底部连体男婴成功实施了分离手术 手术前 北京军区总医院组织了骨科、儿科、神经外科、整形科等十多个科室的30多名专家教授 共同制定了一套严密的手术方案 上午9点 刘宇浩和刘宇轩的分离手术正式开始 据悉 这对连体婴儿来自天津 是去年10月5号出生的 亲母分娩时为三胞胎,女儿健康正常 而一对男婴为腰底部连体 连体面积达48平方厘米 从第三腰椎至整个底椎伴有脊椎裂 形成共同椎管 婴儿只能背对背,各自侧身躺握 手术时,医生首先将两兄弟相连部位分离 后进行硬脊膜修复和分体后缺损皮肤修补缝合 经过四个多小时,分离手术顺利完成 我们后续还有小儿的苏醒 抗感染,防止脑揭露等一系列的工作 我相信小孩能够顺利的康复 据了解,连体婴儿的出生概率为20万分之一 腰底部连体婴儿在我国尚属首例 感谢各位收看新闻,再会